第二四屆台北電影節形象廣告偶遇充滿歡喜 影展大使劉冠婷表演大爆發 與首偶鬥趣互動一盡到底 彩蛋還有金馬影后陳淑芳 兩人最後的相識而笑 讓金馬這家新導演阮鳳儀手之廣告 成功表達出電影讓我們相遇的概念 台北電影節即將開始 我再次一大事 讓大家能夠一起進電影院 然後看電影 然後一起重溫那種在電影院裡面美好的時光 就像回到小時候一樣 這麼的無憂無慮 台北電影節是我從高中畢業以來 每個暑假很重要的活動之一 影展的影人專題其實形成我很多觀影的養分 所以這個電影節對我來說有滿特殊的意義 這次北鷹主視覺突破以往框架 採用藍黃配色展現獨特魅力 同時替緊繃時局帶來正能量 軟導演為廣告量身打造毛毛充手藕 透過與主角之間的對戲 傳達表演最初的本質與同趣 因為這次只有30秒的說故事時間 所以對我們團隊來講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收穫滿大的事情是 陳品會這麼有做到偶該做的事情 不是我 是偶 偶該 台北電影節的國際新導演競賽 與台北電影獎入為名單 即將在5月16日揭曉 再度實質鼓勵目前幕後的電影工作者 保持創作熱忱繼續發揮創意 一定會得獎吧 中央社實習記者林樂全台北報導 加油